營建署在下個禮拜二 要舉行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 審議桃園航空城的計畫案 僅有三百多位呢 土地即將被徵收的居民 走上了桃園街頭 要求立即庭審 並且要舉行全區聽證 還跟警方爆發推起衝突 每走六步就跪在地上 扣手一次 大園盧竹的民眾走上街頭 他們不是要向官員下跪 而是要表達反對桃園航空城的決心 下週二營建署就要開會審議 桃園航空城的都市計畫案 不過從去年到現在 航空城的必要性跟公益性 都沒有檢討 就要徵收一萬多戶農民的土地 抗議隊伍從桃園火車站出發 一路走到桃園縣政府 另一批支持航空城的民眾 已經在縣政府前等 我要航空城 我要航空城 支持跟反對雙方隔空喊話 警方在中間隔出一條通道 就怕擦槍走火 但群眾還是跟警方爆發推擠衝突 最後桃園縣政府派出城鄉發展局的主管 出面承諾會將雙方的意見都帶回研究 兩批群眾才分別離開 沒有爆發進一步衝突 記者林政五 劉翰林 SNG小組 桃園報導